2011年我们成立了七星集团有限公司 在上年9月就成立了自己的自家品牌iStream 专做一些特色的人质拖 希望开拓这个本地市场 我们iStream这个品牌就是一个旅行主题为主 最重要就是我们鞋带的中岛那里 就用了一只EVA物料踏下去比较舒服点 我们鞋底就用了一只叫TPR的物料 它的功能就有防滑防线防蚀的功能 鞋带这个位置就是用了一些树枝的物料 现在树枝物料的质素做到很高 可以做到有皮夹的感觉 还有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做到很多颜色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鞋底位置就黑了个钟 每一点就代表我们每个系列的其中一个颜色 有很多信心我们结果我们真的在五六间里面 是一个新的品牌 我希望做一些另类的宣传 令到多些人关注 当时我就寄了两对拖鞋 就被我小时候的时候的偶像迫行 在粗地公司找到它办事处 就寄了两对拖鞋给它 希望透过这些方法 或者它有机会回信给我们 做到这一个宣传的效果 在销售策略方面 Ice Dream就希望首先打运了香港的市场 也都是找一些特色的零售店合作 当时我们就留意到Ice Fire 它是一间比较特色的零售店 所以我们就很冒昧地试试和它们合作 结果一白即合 现在在去湾仔和尖沙咀的分店已经寄了 作为一个新的品牌 我们都很希望将自己的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就透过贸法局的香港设计囊 6月中就开始了一个既卖的形式 从中其实有很多的买家 在设计囊里面看到我们的产品 都会传电邮了解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恰谈这个合作 现在就有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零售商的买家 都已经在恰谈合作 1月的时候就会参加贸法局举行的市装节 希望再进一步开拓外地的市场